她昨日同我说 以后会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 要一心一意对她好 所以早晚都会羞了我 九四以往倒是说过这话 要找个一心一意相爱的女子 在感情上她至纯至真 比多数男人都赤诚得多 只是这份知诚知诚 若不是用到我身上 便就是毒药皮霜 我们是认命了 既然嫁了的 也没有多指望说 你总要让我把日子过下去 她在新婚之夜说要羞了我 现在人也没了足够 这便是要逼着我去死 玉珠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 帮你把她找回来 我知道了 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她还坐上 别坐上 随她去 但是 玉珠 你遭公子宴起 余生已经没有指望了 我只就婆婆 帮我多多招负母亲 我明日就去佛塔 日日为你朝经祈福 好孩子 好孩子 别怕了 您查阳错也好 玩笑戏言也罢 既然我们顾家把你迎进了门 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少夫人 谁也不能亏待了你 好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都哭 那就哭吧 等哭够了 还得重新站起来 要是一辈子把自己关在屋里 这路可就走到头了 我不知道 这路 或是瞧不见 今天天气甚好 不如你陪我去铺子里走走 散散心吧